花蓮县政府教育处、卫生局还有门诺医院 17号在吉安国小活动中心 针对秀林、新城、花蓮市吉安厢 还有封冰厢的第七类人员中 幼儿园教职员工集中式接种新冠疫苗 县长徐中卫、协同的立委傅宽奇 还有吉安厢尤淑珍 一起到现场来视察疫苗接种情形 县长还有呼吁幼儿园的教职员 可以协助孩童和家长订定家庭防灾计划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灾害 花蓮县政府教育处、卫生局以及门诺医院 实际上在吉安国小活动中心针对秀林厢 新城厢、花蓮市吉安厢以及封冰厢 第七类人员当中幼儿园教职员工 集中式接种新冠疫苗 现场徐中卫表示感谢门诺医院医疗团队 在疫情期间成为花蓮县政府强能有力的后盾 无论是分担、军换、筛检服务 甚至是新冠肺炎接种 都可以看见门诺医院医疗团队的身影 真的要谢谢大家 我要更谢谢门诺医院 其实在我们整个防疫里面 门诺医院虽然不是专责医院 但是它也为专责医院分担了很多的病患 转到门诺来 那另外在我们的这个筛检的时候 门诺医院也启动了帮我们做 帮我们县内做快筛的这个工作 而到现在在做我们疫苗施打的时候 更义无反顾的扛起我们各大接种站 协助让我们乡亲快速的来施打疫苗 而且服务动线整个都做得非常非常完备 我要非常非常感谢花莲门诺医院 以及我们各医疗团队 如此我们才能有这么大的 而且覆盖率这么高的施打率 以及覆盖率 我要再次谢谢所有医疗团队 当然每一个人如果重视自己的健康 一定要来施打疫苗 这样子每一个人 有十足的防御力的时候 我们的医疗团队 才能有些些的放轻松 他们才能更安息 所以你看他们这样子一天 要不断的不断去抽针 而且抽针 其实衛福部CDC给我们是3cc的征管 但是我们希望把疫苗的这个CC数 用到最精准 而且一瓶疫苗放大到最大的可以容许值 可以打到每一个人 更多的征计可以让更多人打 所以医护团队用尽了心力 所以都换成1cc的征 还有那个来为大家服务 让大家更舒适 我要再谢谢专业就是专业 那另外我也要谢谢我们专业的 所有幼托园所的老师 我想已经停课了这么久 家长会更加的感谢我们所有的老师 为他们孩子悉悉的复述 专业副关系表示他今天培育花莲孩童的幼儿园 教职员接种新冠疫苗 心中踏实了许多 然而中央政府对目前防疫准备工作仍然不足 为了守护民众健康以及生命安全 再次呼吁中央政府 国难当前各项防疫措施应尽快到位 更重要的国人应切期盼的救命疫苗 各地方政府民间企业以及实战团体 纷纷站出来 期盼行政人能够同岛一命 不要阻止地方购买疫苗 当疫苗购买之后 花点覆盖率和保护率 将会是全国第一 记得终于加强报道 终于加强调道 岁田